首先將牛油預熱和融化 然後用掃子輕輕地在皮膚上掃一個圈 平均地讓牛油可以黏在旁邊 然後用筷子加一點麵粉 平均地鋪在撻帽上 當你放上去的時候 焗出來就不會黏著撻帽 我們首先要將蘋果切成薄片 然後準備一碗水 沾半個檸檬汁 然後將蘋果片浸在水裡 放入微波爐蒸大約三分鐘左右 就可以完成這些熟了的蘋果片 首先我們要將Fillip pastry 撇撇成了六塊 然後用一隻匙巾掃一層的幸福醬上去 讓它有一點黏力 讓它有一點黏力 然後將你的蘋果片 大概擺在這個Fillip pastry的一半位置 然後重疊 直至到你的Fillip pastry已經擺滿了 然後將你的Fillip pastry對折 然後在自大一邊的方向 由左至右這樣捲起 再拿回你先準備好的撻帽 將你的蘋果捲上去 這樣就可以完成一個玫瑰花的形象了 先完成了